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期间 中心设计者专访了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玛兰奇之子 现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胡安安东尼奥萨玛兰奇 他表示很高兴亚运会之际又能来到中国 对于本届亚运会他有着很高的期待 他相信中国杭州一定能办好这届亚运会 you have to bear in mind that we have less than 11,000 athletes at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is is almost twice so this a huge organization but from the hotel,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all the angles that i've seen there one day that i have been here, there is certainty that they will deliver extraordinary games 所以期望是非常高的 但无疑是会好 小萨玛兰奇称 此行他会去参观大部分主要比赛场馆 如大小莲花 游泳馆等 体育赛事中他个人比较关注翻船和体操 尤其是体操项目 他说自己一定会去看 我愿意在多么的主要的参观 我想参观到这边的参观 像是Olympics Stadium 和其中一群的图座馆 然后我一定会去健康 肯定在 Asia China Japan Korea 你会有几个人滓球 言谈之中 小萨玛兰奇显露出 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和高度认同 他表示 萨玛兰奇这个名字与中国之间 本就意味着非凡的友谊 当我父亲在2010年 我们认为我们继续保持这个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Sama Ranchi Foundation 通过我的研究 通过我的研究研究研究 在北京2022的研究 of the friends I have here,and the businesses that we have initiated between Spain and this country, I have been since that moment, since the year 2012, between 60 and 70 times to China. So I cannot tell you how much comfortable I feel here. And if you come so often,it's not commitment,it is feeling good among friends. 小萨马兰奇做出如此高度的评价,不仅仅出于情感上的认同, 也在于他曾代表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深度合作。 一年多前的北京冬奥会上,小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 从北京冬奥会到成都大运会,再到如今的杭州亚运会, 多项国际大型综合赛事相继在中国举行。 2025年,世界运动会也将在成都举行。 小萨马兰奇胜赞中国的伴赛能力,并表示, 许多运动协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伴赛能力, 它也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伴赛力量。 你曾经在北京冬奥会上,冬奥会。 你刚才结束了冬奥会在中国。 现在你现在有冬奥会。 很快,在中国又会有冬奥会。 很多衣服强对中国的人们尺寸举行很多都是影子。 最重要的力量在世界上的活動活動活動 我們注重你 如果有需要,有中國可以幫助 所以我們感到很舒服